那三月的风吹去冰冷的霜 深深映出情话里 我乘乱几回 听你清晨的美 我乘乱几回 我乘乱几回 可突然回想起了全部 我对你又何止是执迷不悟 所有的纪念日都记得清楚 同一版 我们将百万级别的跑车上的 剪刀门的元素运用到P7上面去 同一门有七种不同的开门方式 具备电动的吸盒功能 可以按照5%的角度 控制车门的开启精度 这个是没有人做到的 周围有障碍物的时候 它会停止 同一版车属专享的颜色 我们叫做超散率 拥有四秒级的百公里加速 以及NEDC综合续航最高可达670公里 小姐姐好漂亮啊 谢谢 请你需要多少彩礼啊 三万 三万 我一个月才2000块钱工资啊 能不能取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擀饭就行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每次总想装作很倔强 但世界面自己却脚鞋投降 因为爱你我一如既往 再多压力都无法阻挡 你的炙热我无法设防 爱总是让我心花怒放 因为我拥有爱的力量 愿意陪你满世界疯狂 请你呀来到我的身旁 让我的心呀不再流浪 唱歌歌舞我们一对到天亮 现在也许嘛 你也欢笑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今天给大家开箱体验的是一台荣耀 Play 4T Pro 手机一部 还有一个荣耀的玩机大礼包 价值80元 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卡针 还有说明书 还有一个原装附证的透明的保护套 里面就是一个22.5W的一个快手 还有一个数据线 没了 这个就是它一个蓝水翡翠的一个配色 相机设计呢就是今年荣耀 包括豪威的一个主流的设计 手机拿在手里的手感还是不错的 手感上还是比较轻 看一下这款手机 视线毫安时的电池到底有多重 165克 这款手机呢 屏幕搭载的是一块6.3英寸的OLED水滴屏 支持屏下指纹解锁 前置为1600万相声 主摄为4800万 加上800万的广角 还有一个200万的变焦镜头 大载70820处理器 在华为和荣耀1500欧的价位 这款手机还是比较值得入手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下期对这款手机进行一个游戏的设施 看看它的耗电情况 还有发热情况 想看的小伙伴双击加关注 谢谢大家 快手 看见哪一种生活